焦灭土映照着异章建筑 我一直在那看着人工 也算不记得不记得了 我们在山上 我们在台湾的自然 傍晚的时刻看到的太阳 这就你都知道 《佛经》里面讲的所谓的庄业 到夕阳西向 你要知道真的差异很大 这是山上者 如果你在台中的你看到的 一种大派人知道吗 就等一下再给你比较 然后夕阳西下一直下来 整个漂亮 所有的淫路见了归潮 然后整个山影成殿 然后接着就满天月亮一颗星 这个是月亮出来的 有的时候 这种矿石色影太简单了 你只要 这星鬼 这是因为地球自己在直转 一个小时一定怎么样 一天三百六十度 所以你独探观就知道 这才拍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而已 那比较一下 山上的太阳是这样的庄业 我在台中经常看到就是这样 你看 被西洋讲 是绕塞又要绕塞卸入 那个都是空气污染造成的 而且你知道台中的空气污染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你看全台湾的都是 你知道台中市的地区 这个 蔡志豪会跟 蔡老师会跟大家 发告的东西 很凄惨喔 现在的那一种 你快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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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 我们不能比赖 那你就最好 你也想想台北人 佛祖所在 为什么把高路染的都用在 啊 只要不要在我家就好 我每一次到山上去 就可以 最所謂在自然界裡面啊 最佛心的體驗是非常的深層 在自然裡面隨時給你看說的 這樣這是有一年 有一年的渡天花開 滿山的眼 那我背著背包這樣走 然後背著一個鏡 我把鏡色塗成現代熱門的搖滾 到了一路帶 我又可以變成優雅的古典的第二頁章 第二頁章通常是儒歌的形態 那每個地方它需要說視覺 音覺 移乎感覺 觸覺 心裡的種種 是可以進化的 這不是神通啊 因為這只是神經炎的這個問題啊 那這種啊 你看在這裡的景色 很多東西自然界的人為是沒有辦法替代 真的沒有辦法替代 像這個 我現在真的不大會形容 然後一路 沒辦法再說 謝謝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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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